小雨 起开 小雨 你就不能不走吧 是啊小雨 你看 初初还怀着孕呢 你这一走 到时候 他要去生家里边 连个男人都没有 我不走 我不走我在这个家里干什么 你看孩子马上都要出生了 居然不让孩子跟我的姓 你说我还在这个家里边干嘛 小雨 至于吗 这孩子随我们的姓 再说了 你不是上门女婿吧 随我们的姓 也是应该的呀 是啊小雨 不管这孩子姓什么 他总是我们的孩子啊 你怎么就因为这个就走呢 你们现在 还有脸跟我说这个 你们说说 我来你们家 多长时间 你们呢 一直吃我的 喝我的 哪家不是我花的钱 你们两个在家干嘛呢 到现在孩子要出生了 还有孩子 跟你们的姓 我就想说 你们想什么呢 啊 我告诉你们 今天啊 我必须要走 小雨 我这都怀孕了 你要走了 我可怎么办啊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走 小雨 妈 这以后 我们该怎么办啊 初初 别难过了 以后啊 妈来照顾你 别哭了 走来回屋 这小雨啊 这走一年多了 也不回来 这孩子出生了 连个奶品钱都没有 我只能捡破热 哎 让这孩子喝奶品啊 怎么能怎么办呀 这儿 这是堆的包面面啊 饿死我了 我都几天没吃饭了 自从 我从那个家里边出来之后 就被骗了 现在一分钱没有 也不知道 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哎 哎 小雨 你怎么在这呀 妈 一年前 我从家里边走了之后 出来我就被骗了 所有的钱 全被骗走了 现在身上 一分钱也没有 只能 沿路啊 要的和捡的吃的了 小雨啊 我以为 你走的时候 家里边钱 你都拿走 干了什么生意呢 谁知道你这几年 会能那么落魄 那这样吧 你跟妈走吧 回家 妈 你看我现在 这个样子 回去 也不合适啊 当初我那么狠心的从家里边走 也不管 去我 找到肚子里边的孩子 行啊 小雨 这个事啊 我回去 给厨厨厨说 到时候 你再跟她道个歉 行吗 走 跟妈回家吧 那行吗 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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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した谁回来了 妈 妈 你这怎么 捡着乞丐回来啊 楚楚啊 怎么说话呢 这不是小雨吗 她回来了 小雨 这小雨是谁啊 我可不认识 楚楚 你就别生气了 现在 我已经知道错了 当初 我从家里边走的时候 就被别人给骗了 所有钱都骗走了 当初我不应该走 真的 我错了 你原谅我这一次 你现在知道错了 早干嘛去了 当初你走的时候 我可回着孕呢 我妈一个人 靠捡破外 维持我们这个家 那个时候 你可是把家里的钱 全部带走了 现在已经花完了 知道回来了 你知道 这么长时间 我们是怎么过来了吗 楚楚 当初 我就被猪油猛了心 我不应该走 真的 我早就 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只有你原谅这一次 我告诉你 你现在说什么 都已经晚了 你给我滚 楚楚 楚楚啊 你就原谅小语吧 他在这外面 也没少吃苦受罪 现在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他吧 妈 他吃苦受累 不是他自找的吗 当初 我们家那么穷的时候 他拿着钱 全部都走了 害我们俩 我们娘几个 是怎么过来的 如果不是你捡瓶子 恐怕现在 连孩子养活不了 现在你让我原谅他 我做不到 行了 楚楚 你看 这妈呀年龄大了 以后啊 也照顾不了你们 再怎么说 也不能 不让孩子没有爸呀 你看你 嘴那么硬 其实你心里面 放不下他的 你每次 晚上都偷偷地哭 妈都知道 你心是好的 我知道你是 刀子嘴豆腐心 女儿 你就原谅他吧 行了 我不会了 妈 你说这楚楚 到底原没原谅我呀 小语啊 只要你 改邪归正 以后给他好好过日子 楚楚啊 妈会原谅你的 你知道他还心软 走吧 给妈回屋 手机响了 我儿子打的电话 喂 保强吗 喂 妈 怎么了 保强 有事吗 妈 我呀 这三年也没回家了 我想这几天没什么事 我回去看看你 那好啊 妈也想你了 妈 给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快说 我 交了个女朋友 这次我把她带回去 让你见见 交个女朋友 这是好事 行啊 保强 那行 妈 先挂了 过两天 我们就回去了 那好 太好了 我儿子有对象了 我终于有儿媳妇了 这我儿子 有媳妇了是好事 但是 我们家 穷家破院的 她要是带着媳妇回来 就是不愿意怎么办呀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要不 去借人家的房子 我就问问她行不行 初初在家吗 初初 婶 是你啊 初初 你看 我到你家来 你的事想你商量一下 婶 你就说吧 她什么商量不商量的 你看 我儿子 都出去三年了 他前两天 给我打电话 他说她要回来 要回来 这是好事啊 你们啊 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就是我儿子说 他谈个对象 你看 我家 那房子 破破烂烂的 我怕到时候 他回来 他女朋友不愿意 都谈女朋友了 这保强啊 在外面 真是有本事了 那 婶 你的意思是 初初 你看 我想 借你家的房 借用三天 行吗 我怕 保强的女朋友来了 看不上我们家条件 怕她 在走 王婶 你说 这也确实是的 现在的女孩子 要求都比较高 那行 那这房子 我就借给你三天 但是三天后啊 你就得还给我了 因为我老公要回来了 你也知道 他这嘴啊 说话快 万一到时候 说漏个随什么的 就不好看了 初初 你答应了 真的太好了 还有啊 你妈 有没有 上档次的衣服啊 你看有没有我合适的 我想 借穿一下 还借衣服啊 那行啊 王婶 我给你找找 只要能帮上的 我都会帮你的 那行 太好了 初初 谢谢你了 客气什么呢 王婶 那我先回去 给你找衣服了 那好 这初初啊 真好 什么事都答应我了 我先回家忙去 这儿子也该到家了 说好的 今天回来 放心啊 这马上呀 就到我们家了 我呀 今天跟你说一下 我们家呀 条件不是很好 到时候啊 你不要嫌弃 哎呀 宝强 哇 早就听你说了 你放心吧 我有心理准备 那行 那咱们回去吧 好 妈 宝强 你在这干什么呢 妈 这姑娘 真好看 这样 这样 就是可欣 我跟你说的 我领回来的女朋友 太好了 姑娘 咱们赶紧回家吧 好 阿姨 走 妈 咱家不是在那边吗 宝强 咱们家 盖新房了 搬在那边去住了 那行 那咱回去吧 走吧 走 妈 这不是咱家吧 儿子 这就是咱家 妈盖的新房 妈 我记得那边 是我表姐 他们老房子吧 我记得 以前我表姐男朋友 说 她回来 会在这个地方盖房子 这 这怎么能是 咱们的房子呢 宝强 你那个表姐说 她不建了 她就是叫我 她说建到这里 这就是咱们家 什么 妈 这房子是你盖的呀 咱们家的经济条件 我知道 再说了 盖这样的一栋房子 要几十万呢 你哪有钱建这个房子 儿子 你说 你都出去三年了 咱家里边 什么情况 你又不知道 妈 你就别骗我了 咱们家盖房子 这么大的事 你不可能不告诉我 再说 你看你今天 穿得这么漂亮 你呀 肯定有问题 你说吧 到底什么事 儿子 真的没什么事 你说 咱家建个房子 你平时上班 那么忙 妈 不能什么事 都告诉我呀 妈 你呀 不要再狡辩了 咱们家的经济情况 我还是知道的 你就说 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啊 阿姨 你们家什么情况 保强都告诉我了 你呀 就跟我们说实话吧 儿子 既然你不相信 妈就跟你说实话吧 这房子 确实不是我们的 你看 你那天跟我说 你找个女朋友 你说要回来 妈感觉 咱家那房子 确实回来 先没有面子 咱家实在太破了 我怕你女朋友 到咱家 嫌弃 妈 你这话说的什么话 咱本来就是农村人 再说了 可欣 对咱们家的情况 还是有了解的 她是不会嫌弃咱们的 你看你坐着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是啊 阿姨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也是农村人 我是不会嫌弃你们家的 你呀 就跟我们说实话吧 我其实很理解农村人 也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 我跟宝强啊 我们两个都是真心的 不会因为家里困难 就会嫌弃 会看不起 这些你就放心吧 真的吗 可欣 你不嫌弃我们家穷 这真是太好了 宝强啊 你找个那么好的媳妇 又懂事又孝顶 行了妈 别说了 走 咱们要回咱们自己的家 走吧阿姨